今天的课程要做的介绍的叫做红豆羊羹 所以我们就把精泡好的红豆去煮 然后煮水不要放太多大概1比1的水 1比1的水水不要放太多 然后用小火焖煮那个黄豆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把羊菜 羊菜 同学各组要过来把羊菜 加入羊菜大概就是2% 来我们羊菜放进羊羹里面的量 大概就是2% 2%的羊菜的量放进这个我们做出来的红豆沙里面 那我们的红豆沙呢要注意水不要放太多 就是如果是1斤的红豆就是600公克的水下去吃 这样知道吗 再把羊菜煮好的羊菜并进来 那再把它整形 羊菜首先我们要把它切成段 切成3公分的段 好 切成3公分的段以后呢 洗完浸泡着 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好 浸泡软了以后等一下煮 羊菜呢浸泡软了以后呢 再煮比较容易把它煮的溶解 完全溶解 那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要把羊菜的溶解以后 放进这个红豆的红豆的豆沙里面 然后就可以做成型了 那这个是我们做羊羹的时候呢必要的工作 我们必要要把这个羊菜泡水泡软 然后等一下就放在这个红豆沙里面 好就这样子 所以现在同学先把羊菜秤好泡软 等一下跟这个红豆沙搅拌均匀 最后就把它做成型 就做成羊羹 红豆煮熟了以后 我们把它 红豆煮熟了以后把它压成米 整形 用在钢盆里面整形 所以现在同学去把那个钢盆洗干净 把你溶解的 刚刚融解的那个红豆泥 红豆泥就是豆沙跟羊菜 跟羊菜把它搅拌均匀 加糖进去搅拌均匀 然后就放在这个铁锅里面入膜 就放在这个铁锅里面 就放在那里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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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下放在這裡 你剛竟然要準備趕快來煮豆漿幹嘛什麼的 在那邊聊天 你禮貨有薪水在聊天耶 要直接煮 先爆發一個爐巴 我們把洋菜跟紅豆泥 我們把洋菜跟紅豆泥 把它攪拌均勻跟糖水 攪拌均勻 然後就放到冷藏 放到冷凍也可以 放冷凍就比較快 攪拌均勻放進冷凍 大概半小時就可以成形了 就是標準的羊羹 好可以半小時 半小時 放進冷凍半小時